而我一般情况下 我会给大家分成这么几类城市 第一类城市就是中国一线城市 就是北上广深 但是大家各位家长 也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北上广深这种城市 第一就是如果孩子在那上学的话 他生活成本会比较高 这个是你要考虑的 第二的话呢 就是未来孩子 他基本上在这上学 有可能就会在哪里就业 知道吧 有可能在那里就业 然后的话这个城市的生活压力 相对比较大 就是我经常会问大家 就是河北的同学 因为我做考研的 我家问河北同学 是全中国最含蓄的同学 我每次问河北同学 我说你们考研想去哪里 去北京 我说你离北京这么近 你去过吗 去过 我说你喜欢北京吗 不喜欢 我说你不喜欢北京 你怎么还要往北京考 然后我有一次在保定讲座 然后保定一个同学跟我说 张老师因为我更不喜欢保定 当然你说如果说这个孩子 他不一定非得去一线城市呢 那么去一些副省会计城市 就是中国的新一线城市也可以 这种新一线城市的话 我告诉大家 基本上就是两类 两类城市 第一类城市呢 是区域级城市 区域级中心城市 第二类城市的话 是中国的副省会计城市 区域级中心城市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西安 成都 重庆 真的去了成都 重庆以后的话 真的就是感觉很舒服 那边的人生活节奏很慢 生活节奏特别的慢 然后生活节奏很舒服 就是但是你要在分析城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什么 这个城市的人是越来越多 还是人越来越少 他人越来越多的话呢 未来孩子将来就越就比较前途 我们现在北京有个群 然后的话 我们在群里边的去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哥暑假 回了一趟我们县 回来以后 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各位老乡 我回我们县溜的力圈 暑假的时候 发现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 我说什么叫特别恐怖的事情 他说 咱们县暑假的时候 居然没有人在大街上遛孩子 他没有在大街上遛孩子的 就说明这个城市的年轻人 已经不在这生育了 他都搬出去了 我说他说完这个事以后 回家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那房子赶紧卖 知道吧 要不然你将来你都找不到人谁买 你砸手里了 因为年轻人都不回去 所以说的话 大家一定要看 第一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是净流入的 还是净流出的 第二个呢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城市的 未来产业结构 三产比例一定要越来越高 第三产业 什么叫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叫农业 第二产业叫工业 第三产业叫服务业 第三产业未来一定是 我们中国的大力发展的行业 为什么 因为在GDP排名全20多国家 中国的第一产业比例是最高的 第三产业比例是最低的 中国现在第三产业比例 刚刚占到整个GDP的50% 而在美国在法国 他们的第三产业比例 占到整个GDP的80% 知道吧 而美国的第一产业 农业占比例多少 1%不到 然后第三种城市 省会城市 一个孩子上学 他在省会上和不在省会上 他绝对不一样 省会的就业资源 一定比非省会的就业资源 要好得多 哪怕说这个学校 在非省会城市 它是个一本 我一般也不介意 你应该上个省会城市的二本 省会城市的就业资源 跟非省会城市 它绝对不一样 万一说老师 我家孩子考的真的不是很好 省会城市都没法选 好的GDP都没法选 怎么办 二者是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选什么 有高铁的城市 知道吧 最不能去的城市是什么样 又不同高铁 又不同飞汐 鸡不拉西 扭不成的 知道吧 就那种城市 今天就不能去的 这个我也不举例子了 以免又要道歉